大家好我叫殷茲 然後或是你可以叫我Holly 我從台灣來現在住在紐西蘭跟我老公住在一起 現在在大學學心理學 然後平常會在補習班 教書或是有時候我自己也可以 有時候會教小孩子中文 我也很喜歡烘焙 雖然還做的不太好 但是還會在慢慢練習 我特別喜歡我住的這個城市 Hamilton然後離聖殿很近 所以有空的時候我都可以去拜訪聖殿 我真的很喜歡在聖殿裡面感受到的平安 還有美好的感覺 我記得我是在七歲的時候 傳教室來敲我們家的門 然後那個時候 媽媽希望家庭有一個改變 所以他帶著我跟我妹妹一起學習福音 後來我們都加入了教會 但是我爸爸他那個時候 對福音還是保持很大的距離 然後他雖然讓我們去教會 可是他從來都不想要學習福音 一直到大概我十七歲的時候 那是我最後一年在福音紀修班 他那個時候 開始載我去 然後當時我沒有想到他 竟然願意這樣做 可是我更沒想到的是 就是那個變成他 歸姓的原因之一 就是有一天晚上也有媽媽他在學習啊 有很婚姻班 然後他就問我的爸爸說 你想不想跟我們群家人永遠在一起 然後我爸爸說當然想啊 然後我媽說那你就要加入教會 然後爸爸說好啊 然後後來我們他就我媽就把我跟我妹全部叫進來 然後跟我分享這個很好的消息 然後我記得我們三個都一直 一直尖叫然後一直很開心 然後我爸他終於答應要加入教會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是我們第一次 然後做家人家庭祈禱 然後當 就要結束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就是都哭了 然後我們真的很感謝就是 天不願意讓這個奇跡發生 然後讓爸爸心軟化他想要加入教會 那當加入教會的時候 我們很高興可以一起在教會中學習 那當然中間有一些考驗 然後像是比讓說就是 怎麼樣可以家人家庭研讀 然後家人家庭晚會 有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吵架 會有一些摩擦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我媽媽吵架的時候 當時還是新教的爸爸 拉著我跟媽媽一起過下來做一個祈禱 然後雖然那個時候很不甘願 但是祈禱結束以後 我跟媽媽他們都可以感覺到很平安的感覺 然後那個紛爭之靈都離開我們 然後我們就又很好入住 所以我真的知道運用福音的方法 我們家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更緊密 然後可以更願意原諒彼此 我真的很感謝福音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家庭可以永遠在一起 然後讓我們用永恆的眼光去看待我們的家人 然後可以去更寬容彼此 然後更願意學習怎麼樣可以一起悔改 然後一起別的更好 那這就是我的見證 福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